腾讯体育8月21日逊宁马国安将在公体迎来足鞋杯版决赛,首回合的比赛与广州富丽一役,据票务信息上显示,国安与富丽的足鞋杯中,九看台和十五看台将不开放,此前购买九看台年卡的球迷朋友临时调整,到西侧21看台。 据悉是由于TS Sports将于24日在公体举办演唱会,位于舞台后方的两个看台将临时关闭,大话国安,被小弟破坚身心态,比当PK富丽还得多进球中超A演唱会让路并飞心些少,此次国安却是关闭了两个看台。 去年8月13日,苏宁本应在主场迎战天津拳舰,但同样是因为TS Sports的演唱会苏宁宣布延期进行与拳舰的比赛,事后遭到了总局领导的批评。 职业联赛理事会,执行局局长马成全,一个革新的演唱会,直接导致这么大型的比赛就可以推迟,这说明我们俱乐部备用场地存在问题。 ZN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